14本的玩家呢 一般想要月本三星的话呢 一般有三种流派比较合适 那就是我们的超兰流 还有狗球流 还有一个核弹双龙流 其中狗球流比较吃操作 普通玩家呢玩不来 核弹双龙流呢 又太挑战也要靠运气 其中超兰可能就比较适合普遍玩家吧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的树茶药水呢 是直接拉满 冰种跟英雄的话呢 就直接达到14满 然后这边一个攻击手探完之后呢 就下了一个投石车 然后天女的话呢 是选择从上面开始 然后刚好这一面城墙呢 是15本的城墙 这边又有一个16本的合体剑塔 所以说直接下了两个超炸 这样两个超炸被摧毁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开好一个城墙 如果你下一个超炸呢 是开不了 然后这边呢 再下一个雪怪 去分担一下这个合体剑塔的伤害 这边狂暴再给一个女王 直接下一个盲王往前顶 因为这边的话呢 狂暴塔一丢输出太高了 14本的天女呢 恐怕是顶不住 所以说直接下了一个盲王 盲王呢 带的是一个巨能手套 刚好这几个建筑物呢 出来的电塔比较密集 我去开大之后 一拳四个建筑物 非常的给力 所以说手套呢 永远都是替零的存在 然后这边女王的话呢 就可以把鸟炮给打了 但是这边的隐身塔一盖 没事 先去打岔弩 打完之后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下一个超炸 这个超炸的话呢 就可以单独开面城墙 因为它是自身去爆炸 而不是震完之后爆炸 好 这边的话 女王打完之后呢 也是往上拉吧 因为这边也是爆不了本 没有超炸了 好 这边下石头人 然后跟两个女巫 涌完下完之后呢 就跟上超篮 这边的话呢 合体降龙炮的输出呢 也是非常的高 超篮之所以 慢点下 是因为不想被这个 合体降龙炮给弹掉 好 这边的话呢 就挂一个弹跳 弹跳过在这个位置 这边大部队就可以跳过来 跳过来就往正中间 再给一把狂暴 这边天使跟上的话呢 奶量就蓄起来了 任主的话呢 也是跟上大部队冰冻 直接冻住 好 再交一发狂暴 好 这边直接再给一个隐身 很好 等爆本之后呢 再给金生 好 金生 哎呦 我去金生 刚好没有救到任途 这边女王呢 只需要把这个擎天柱 打完之后呢 基本呢 就没什么问题了 偷食车的话呢 也是以一车之力 好吧 把左边的全部防御的 全部偷掉 那么这边就坐等三星 就完事了 当然也不是说 14本的超栏呢 就可以轻轻松松平板16 很多东西得看阵型 然后这一把呢 三星的话呢 对面呢 也是有其中机的原因 就是没有援兵 OK 好的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上 拜拜